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 叫做Ray Camera Master 其实也就是相机重建技术 这个技术来源于快手 这个技术主要的创新点在于它的数据集的构建 它的数据集大多来自于虚幻引擎 那我们知道虚幻引擎在做游戏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 那所以说有很多相机的轨迹 可以用虚幻引擎非常好的模拟出来 那所以说使它可以构建大量的数据集 让它整个的效果得到一定的保证 它的这个demo里边 它大概提供了这样几种轨迹的方式 第一就是弧形轨迹 你可以认为是相机围绕着一个人在转动 第二个就是平移轨迹 有上下的还有左右的 另外就是带有斜角的这种 就是你可以认为相机倾斜 再往下边就是这个缩方 这个非常常见 当然我们直观的可以理解 用这样的技术 可以让一个视频变得更加的有内涵 角度更加的丰富 可以让它从一个静态的视频 变成一个拥有相机轨迹的视频 当然这只是一个层面 它还有很多的技术 比方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可以构建这种4D的这种视频重建技术 让视频变得更加的复杂 包括黑深化空里边这些镜头 可以让相机变得更加的丰富 那还有一些应用的就比较实用了 比方说就是防抖 或者叫去除抖动 那我们在很多摄像头里边 或者说很多这种直发记录仪 或者是跟拍的这种相机里边 都会有这个抖动 那去抖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我们可以软件去抖 比方说PR或者是这个检映 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软件的去抖就比较机械和粗暴 对吧 另外的话就是可以为很多的这种机器人的训练 来构建这个数据集 给它提供不同的视角 你可能有一个训练的数据 是一个固定视角的 那我们可以切换不同的视角 来丰富这个训练的数据集 那同样自动驾驶里边也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通过新车记录 一拍到的路况 可能都是固定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转换视角 来丰富这个数据集 所以说这就是它实际的应用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在Config UI里边怎么去使用这个技术 那我这儿为了速度 还是用Running Hub这个平台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 AI 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你要使用这个技术的话 同样我们需要安装这个扩展 这个扩展依然是KJ大神提供给我们的 它把它集成到了One Video这个扩展里边 大家可以点开它的视力工作流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Ray Camera这样的一个视力工作流 那么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拖到你的Config UI里边就可以了 当然记得把它更新到最新版 那这个模型怎么下载呢 我们依然是通过KJ的这个Hunger Face的手印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One Video Config UI这个目录 然后呢我们可以找一下 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快手的这个Ray Camera 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的大小比较小 大概是三个级左右 你把它下载下来放到你的Default Model里边就可以了 当然呢你也可以用原版的那个PT格式的模型啊 这个是同样可以的 但是我们依然会认为Safe Tensors呢会更加安全一些 那当我们的这个主要工作做好之后呢 下边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怎么去构建这个原视频 你要注意啊这个原视频的话呢 我们要求它的帧数还是要足够长的 就是如果你太短的话 这种相机的轨迹呢可能展示不出来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要求它的稳定性会高一些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个视频里边原来啊 就有什么呀 就有相机动画 就它原来就有相机动画 你再去给它重建的时候 这个肯定会有问题啊 所以说呢你基本的那个视频的应该是稳定的 我们这先提供给大家一个创建视频的技术 而且呢速度会相对来说更快一些啊 这呢我们是通过1.3B的IMP 但是大家现在看到我提供的这个工作流 这是14B的 因为呢在Running Hub上呢 目前没有1.3B的IMP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只有14B的 这个14B的话呢 生成的质量会更高 那看下怎么去生成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我这完全是一个原生的工作流 所以说速度会更快 如果你用1.3B会更快 这呢我们可以设定手帧和尾帧 同时呢 也可以只设定手帧 那如果你想让它很稳定的话 你可以把尾帧连上 但是我一般是不用的啊 是因为如果我把手帧和尾帧设置成同一张图片 那生成的这个视频的动作会非常小啊 虽然它很稳定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就不如把原图片重复很多次 是吧 你得到的这个视频 也许也就是这个效果啊 所以说呢 我这只用了手帧 这个呢 是我们用那个 Hydream来生成的一个图片 所以说呢 它本身可能并不像Flux图片啊 人物也不太像 然后呢 我这这个提示词是用中文写的 男人和女人互相凝视着对方 面带微笑是吧 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其实我要求就是 它不要有相机的移动 大家看一下 这个质量是非常高的 那下边呢 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用 当你把这个工作流 拖到你的Confi UI里边呢 大概是这个状态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首先主模型呢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一定要选 Recameral Master 这个模型 三个多近嘛 所以说呢 这个加载还是比较快的 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 Text Encoder 这个就按照One 这个标准的设置去选就行了 包括我们的Ve 然后我们开始 它最主要的部分 是这个部分啊 这有一个这个预处理的 首先我们把我们刚才生成的 那个视频加载过来 然后呢 进行一个Reset 我们这还是按照One的 这个标准的分辨率来设置啊 是16比9的 所以说呢 是832乘以480 然后我们得到第一帧 经过了一个Florence Run 然后来得到了一个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呢 可以辅助我们来生成这个什么 生成这个视频啊 然后呢 我们把它编码到浅空间 最关键的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呢 其实是来增加这个相机移动的噪点的 那我们把这个浅空间里边的视频拿过来啊 然后呢 给它设定运动的类型 这呢 目前提供了这样8种运动的类型啊 包括向右平移向左平移 向上倾斜向下倾斜缩放 还有我们的上平移下平移是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弧形轨迹啊 这你随便选一个 这我们可以把这个相机轨迹给它可视化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编码之后会有一个叫 camera embed的啊 就是这个相机移动的一个向量 然后我们把这个向量呢 给它连到我们的这个 image embedding里边 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呢 这个向量可能跟我们传统的那种条件的图片向量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后边呢 基本上就是标准的一个处理方式了 我就不解释了 那大家看一下 这是相机向右的弧度移动 这个相机的动作还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呢 会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人物的面部保持 这就涉及到 就是它本来是个侧面 你现在要看到它正面啊 会涉及到什么呀 叫做重建的一部分内容 那我觉得相机在重建面部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模型能力并不是特别强 所以说你会发现 重建的这半块脸啊 就不太漂亮 是吧 那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切换不同的 这个 运动方式了啊 我们有权给大家去试啊 我们看了几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是向左移动 也是弧形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也是非常棒的 但是问题依然出在了面部重建上 你看这个男孩的脸啊 虽然它没有出来啊 但是呢 在倾斜之后 这个面部明显是有点走形的 不太好看 另外呢 就是在这儿呢 也有一些问题 你看啊 所以说当相机移动的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呢 它还是容易出一些问题的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叫Tile Up 就是向上倾斜 因为我重点还是先测这种带倾斜角度的 平移这种啊 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缩放啊 这个大家都比较常见 是吧 你可以认为是这个相机呢 按照一定的角度向上去抬起来 那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向上倾斜的时候呢 面部是有走形的 虽然不太明显啊 但是你看这个人物的半边脸 这个我们待会告诉大家 你怎么才能做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这种视频啊 这个起始视频的这个角度是非常重要的啊 但是不管怎么讲 这个相机的动作还是非常棒的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向下倾斜 叫Tile Up 这个就好一些啊 但是你细致去看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看这个眼这个部分啊 重建的就是非常的差 那然后呢 我又给大家测了一个 叫做放大 大家看一下 这个放大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因为它不会涉及到视角的一个变化 但是当这个镜头拉的足够近的时候呢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面部的这种噪点 微影以及变形 所以说呢 我们在使用这个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啊 你可以做81帧的这种动画 但是你真正用的时候呢 可以从中间砍一刀啊 比方你从73帧之前这个你要 后边这个就不要了 这样的话呢 相对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有人说 那你这用的是832乘以480 是不是它对于这种宽屏的比例会更好呢 当然不是啊 对于竖屏呢 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那我在本地呢 也给大家做了这个竖屏的测试 那有人说 那你为什么一个在云端坐 一个在本地坐 这个主要是为了生成的速度更快 可以并行来坐 没有其他的这个意图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叫Aclant 就是弧形的向左移动 那你注意啊 我这个原视频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人物行走的一个视频 他手里拿着一个这个咖啡 好像是星巴克的 是吧 不用去管他啊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工作流 工作流是一样的啊 就不用细看了 然后呢 我们这向左移动 那你看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棒 对吧 脸部也没有走形 然后整个细节保持的也非常的好 你现在呢 应该有一个结论了 如果你做这种相机动画啊 尽量的一开始那个视频呢 是正脸的 当他去旋转这个角度 脸呢 可以丢失一部分 但是呢 依然是漂亮的 但是如果原始的 就看不到整张脸 然后你从一个侧脸 去转到正脸 他就要把那半张脸给重建出来 这个对于他来讲是有难度的啊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小的技巧 这是我们说的向左啊 我们看是向右 同样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棒啊 这个是向上倾斜 注意啊 竖屏的时候 向上倾斜呢 会有这个效果 但是呢 不会特别的明显 对吧 它不像宽屏啊 它宽屏可能上下的这个空间会更多一些 所以说呢 这个怎么讲 就是不同的分辨率 有不同的这个效果 这个呢 你可以自己掌握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向下的这个 向下这个的话呢 同样的 你在竖屏里边呢 向下倾斜呢 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 其实是有的啊 你注意他头部的这个角度 所以说呢 如果你想充分的表现 不同的相机的这种轨迹的话 那用不同的分辨率啊 这个呢 也是你需要考虑的这个元素啊 那回头呢 那回头呢 我会将这个视频生成的工作流 以及我们的这个向期重建的这个工作流呢 都放到Running Hub上 大家呢 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这儿呢 我就不做成应用了啊 因为 其实可改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那比方说啊 你是不是要用第二张图片 如果你在本地跑的话 这儿用1.3B就行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两个我都是放成工作流 大家去试就行了 这儿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帧数呢 尽量的要多一些啊 81帧 但是是这样 就是即便你这儿生成的是81帧 由于它内部机制啊 你真正产生这个视频呢 其实只有80帧 但是在视频到视频的这种操作当中呢 其实呢 这个帧的长度呢 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要求 就是说即便是80帧 它并不是4的倍数加1这种形态 其实在这种视频到视频的操作里边 也不会有问题啊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知道这种小的细节就行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啊 关注我做一个多爱的人 我们就说了 我们就说了